在四川成都也有一处网红菜市场 在这里可以找寻到最地道的川味 双节邻近 哪些食材最受欢迎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成都五侯区的玉林菜市场 听说呀这里的服务堪比五星级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摊子做不到 那么它的服务究竟有多好呢 我们邀请到了当地的一名名厨 一会儿就带我们去逛一逛 老板你这个儿菜多少钱 这种四月五 为什么叫儿菜呢 因为它这里一朵 它有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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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它的儿 便宜一点 4块3 这样嘛 就4块嘛 300就给我们免了嘛 这个多少钱 100块这么贵 老板我买两块钱的行不行 要那么少啊 可以可以 老板边摔扫边拿了一个塑料袋 然后又要给我撑 还是要给我们撑嘛 对 看嘛 大小不咸 多少这样卖 两块钱的花椒 买五颗辣椒 再帮我切一下 这个是新一代 新一代它就是属于一个时钟的辣椒 老板你们这服务都这么好吗 都还可以帮忙弃皮的 二三 都可以 一会儿可以切成丝吗 就你个人需要那种皮 选三秒 那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吧 不需要 我们买两根了 买两根就行了 可以可以 这里的服务就是 一根它都能卖 两根就更不用说了 很多过年都吃一些什么样的菜 香肠腊肉 啥腊肉香肠菜 香肠腊肉吧 过年都是香肠腊肉嘛 老板前家肉多少钱一斤 是吧 我们买一点的做香肠 三小人贝贝 买完了 买完了这个确实还挺便宜的 挺划算嘛 对 35块钱买了有七节香肠 我有句说话叫做 胡萝卜 米米甜 做好香肠腊肉 好过年 做好香肠腊肉 好过点 走过点